她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小姨妈 可对方却是一个只有六岁的小女孩 这天她回老家参加外公的葬礼 在院子遇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女孩 从妈妈那里打听后她才知道 那个叫林的女孩是外公遗留的私生女 也就是说女孩是妈妈的妹妹 按对份来算女孩就是她的小姨妈 葬礼结束之后 亲戚们聚在一起商议着林的去留问题 当初外公在世时 所有人都不知道林的存在 如今他们都没见过林的生母 也对这个私生女没有任何感情 所以亲戚们都不愿意收养林 也都一致主张把林送到孤儿院去 亲戚们不停地说着林的闲话 大吉实在听不下去 于是起身走到了院子里 或许是一时冲动 也或许是觉得林很可怜 她忽然对林说 领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 她明白自己即将被抛弃 眼前的大吉是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于是她牵住了大吉的衣角 用行动代替了自己的回答 当天傍晚 27岁且未婚的大吉 正是收养了6岁的小姨妈 但此时她还不知道 之后林会给她同时带来麻烦和温暖 也会成为她邂逅爱情的伏笔 把林带回家的第二天 大吉就对这个决定后悔了 因为她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给自己带来了一个大麻烦 似乎是知道自己是个累赘 领住进来后表现得极其小心意 吃饭时她从不挑食 而且还会把自己的饭捏成饭团分给大吉 大吉带着她去商场买新衣服 她也是只选那些便宜的 和大吉散步时 她会主动要求要手牵手一起走 尽管林已经足够乖巧懂事 但她还是不可避免地给大吉带来了麻烦 明天就是周一 大吉需要在上班前给林找一个托儿所 她打电话给当幼师的妹妹求助 最终选了一个24小时营业的托儿所 她在公司最忙的业务部就职 这种全天营业的地方对她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周一这天早上 大吉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带娃上班生活 因为时间紧迫她只能牵着领机匆匆地往车站跑 早高峰的电车很拥挤 小小的领就很乖巧地抱着她的大腿 托儿所离车站有一段距离 出了站之后她又抱着领一路狂断 好不容易抵达托儿所 她对工作人员说自己会很晚才来接孩子 交代完后她急着往公司赶 可以转头发现领就在原地盯着她 她知道领是在害怕被抛弃 于是折返回去跟领约定 晚上一定会来接她 做完这些她终于可以去上班 但路上耽误了太久 从来不迟到的她在这天迟到 抵达公司后她立刻投入工作 一天的繁忙往往会持续到晚上九点 工作四年的她已经是业务部的骨干 手里的工作也总是多到忙不完 在另一边的托儿所里 初来乍到的林显的有些孤僻 她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玩 心里也总想着大吉晚上不会来接她 不过大吉并没有违背约定 她在下班后就立马奔向了托儿所 当她赶到托儿所时 所有小孩都已经离开 只有领一个人坐在亭子里 看着气喘吁吁的大吉 领的眼睛里忽然出现了一抹微光 此刻领已经明白 这个27岁的外甥是她可以信任的人 把领从托儿所接走后 大吉带着领去了附近的商场 她给自己买了双跑鞋 带着领玩抓弹珠游戏 接着又和领吃了炖夜宵 领慢慢和她越来越亲近 这天晚上睡觉时 领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了她的背后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穿着跑鞋送领去托儿所 变成了大吉的日常 她开始轻车熟路 也没有再像第一天那样迟到 随着这样的日子每天重复 领似乎也慢慢习惯了起来 她习惯了在托儿所独自待到深夜 也逐渐适应了漫长等待中的百无聊来 每当大吉的身影出现在托儿所 领都会跑到窗边露出开心的笑容 由于经常在托儿所等到很晚 领常常在回家的电车上就睡着了 这样下去对两个人都是折磨 考虑很久之后大吉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为了腾出时间照顾领 她向领导申请调离需要加班的业务 她甘愿放弃自己在公司的前途 选择了需要做体力劳动的后勤部 在日本的公司一旦员工有了孩子 被调取不重要的部门是很常见的事情 不过大吉属于例外 她是少数主动申请岗位调动的那一类 在前往新部门的路上 大吉遇到了在后勤部工作的小腾女士 小腾曾经也是业务部的员工 但因为怀孕生子 她在两年前被调去了后勤部 不过在和小腾聊天时 大吉察觉到对方并没有因为调职而觉得不满 她尝试着问小腾 你不觉得自己为孩子牺牲了很多吗 小腾回答 孩子是我主动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也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既然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不觉得我牺牲了什么 听完后大吉愣住了 这是她第一次知晓同龄人的育儿心得 申请调职时 她一直想在心里说服自己 如今她似乎找到了那个理由 当初她出于冲动和善意主动收养领 之后林的存在却让她的生活慢慢发生了改变 因为林就像温暖的小太阳 让她原本枯燥的生活有了亮色 也让她对每一个明天满怀期待 在后勤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大吉愣见和这里的同事打成了一片 这些同事几乎都是心静爸爸 炫耀各自的孩子是他们增进了解的共同话题 在另一边 林慢慢变得不再孤僻 也在托儿所交到了第一个朋友 新朋友是同样性格孤僻的男生姓术 两个人成为了这方小天地里彼此唯一的朋友 日子如常继续着 但是这天早上大吉发现有人尿床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不可能尿床 于是林就成为了最大嫌疑人 不过林却坚称那是大吉自己出的汗 大吉只能憋着笑没有揭穿他 当天深夜大吉被吵醒 他发现林在偷偷换衣服 并且新床单又被尿湿了 隔天中午休息时 大吉向同事们说起了这件事 工友们说要么是孩子怕黑不敢去厕所 要么是孩子出于害羞不愿意叫醒大人 小孩的心思很复杂 你一定要耐心地正确引导他 当天晚上 大吉按照同事的建议找领谈了心 如果你不敢去厕所 你可以叫醒我来给你壮胆 小孩子尿床其实不丢人 实不相瞒我12岁的时候还在尿床 他说自己当初把整片床单都尿湿了 林也被他逗得前仰后合 不过他刚卸下领对于尿床的心理负担 领就很突然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小孩子的心绪转变很快 大吉知道领是在担心 他会像外公那样离开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对领说 我总有一天也会死去的 不过那一天距离现在很远很远 那时候你可能是老阿姨或者老奶奶了 所以你现在不用想这些事情 你只需要开心地过好每一天就好 之后两个人一起坐在了颜廊下 林敞开心扉和大吉聊起了外公 林一直称呼大吉的外公为爷爷 也记得很多有关爷爷的事情 他记得爷爷总是不会撕饭团的包装袋 也常常把糖纸做成小船给他玩 从小到大他在爷爷的疼爱下长大 如今那个疼爱他的人却不在了 他失去了生命里最重要的人 不过幸好现在大吉成为了他生命里第二个重要的人 因为他能感受到大吉最赤诚的善意 此时他已经把大吉当成了父亲一般的存在 晚上睡觉时一片星空出现在了卧室的屋顶 原来大吉知道领怕黑 就提前在屋顶装好了星空灯 这天傍晚下班后大吉照常去接领 在托儿所意外遇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 在看到女人的那一刻 大吉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经常看一本杂志 女人就是那本杂志的千元模特 对方是他暗恋许久的理想女友 他也时常幻想自己和女人约会的画面 他紧张地愣在了原地 对方却突然和领打起了招呼 女人是姓叔的妈妈尤家里 她牵着领的手 感谢着领愿意当姓叔的朋友 就在大吉想要开口搭讪时 尤家里突然发现领的额头很烫 得知领正在发烧 大吉顾不上梦中情人 只能急匆匆抱着领朝医院跑去 不过半路上尤家里追了上来 他不放心领 并且表示要带大吉去最近的诊所 去了诊所后 领被诊断只是普通的发烧 大吉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在回去的路上大吉很自责 自己是照顾领的人 可发现领生病的却是其他人 似乎是看出了大吉没有养孩子的经验 尤家里在第二天来到了大吉家 事实也如他所料 大吉完全不知道照顾生病的孩子 他跑进屋掀开领的被子 对大吉说孩子退烧时不能再用被子 和尤家里聊天时 大吉坦白自己不是领的爸爸 也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一些突发情况 但是尤家里却对他说 如今你是什么身份其实已经不重要 我能看懂小孩子的心思 林已经把你当成了唯一的依靠 听完后大吉跑到墙角哭了起来 他很感动 可心里也对未来产生了恐惧 自己明明被天使般的领依靠着 但他却似乎没有照顾对方的努力 这天大吉的舅舅突然打来电话 舅舅让大吉请假回老家一趟 赶到老家之后 他发现舅舅家里站着一个孤儿院的院长 原来舅舅想让大吉弃养领 也觉得领志的为坠会让大吉娶不到老婆 大吉很反感自己的生活被亲戚干涉 他当场就拒绝了舅舅的好意 在送院长去车站的路上 院长依然想说服大吉把领送走 一个人带孩子肯定不容易吧 你的工作肯定受到影响了吧 你还没结婚就养孩子了 难道不担心以后找不到老婆吗 那个女孩是别人丢掉的责任 你却擅自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你要把握将来不厌烦她吗 你能保证会一直负责下去吗 院长的每一句话都是灵魂拷问 每个问题她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从老家回来之后院长的话始终回荡在她的脑海 她心里隐隐产生了送走领的想法 可她又不忍心让领变成无依无靠的孤儿 直到这天她听到领提起爷爷家以前有一个保姆 那个叫郑子的保姆不喜欢领 而且总是对领发脾气 她找出了领的亲子手册 上面登记的母亲名恰好是郑子 手册里还有一个手写的网址 她搜索过后发现那是一个私人漫画网站 想到自己照顾不好领 那么让领回到妈妈身边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于是她在网站上给郑子留言 没想到立即收到了对方的答复 大吉很讨厌这个抛弃孩子的女人 用键盘打字时也表现得极其愤怒 所以她把自己的电话发了过去 也决定要在电话里把对方狠狠骂一段 号码发过去不到一分钟 郑子就给她打了电话 第二天的下午 大吉抽空去见了郑子 和想象中的很多母亲形象不同 对面的郑子看起来既切莫又小心翼 郑子说自己是一个收入很低的漫画家 这些年一直在兼职做保姆维持生活 那时候她稀里糊涂地怀了孕 之后又糊里糊涂地把李生了下来 多年来她连自己都养不活 所以当初才会狠心抛弃李 大吉默默听完她的遭遇 随后问对方愿不愿意和李一起生活 这件事让大吉明白 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 但她同时也下定了决心 不管怎样她都要继续照顾李 因为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没有妈妈 而她已经变成了李经友的依靠 在之后的日子里 大吉依旧过着每天接送李的平淡生活 她常常碰到同样来接孩子的游家里 两个家长在不断地碰面中慢慢熟悉了起来 他们一起陪着孩子在托儿所嬉戏 一起带着孩子去餐厅共进晚餐 而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莫名的情愫也在两人之间悄然升起 大吉很清晰地感知到 自己正在朝着梦中情人慢慢靠近 这天托儿所老是布置了课堂作业 老是让孩子们画一张全家符 这个作业让杏树陷入了沉默 因为他已经不记得爸爸长什么样子 所以杏树擅自跑出了托儿所 偷偷带着李去找自己的爸爸 他们来到一处墓地 这里就是杏树爸爸所在的地方 虽然尤加里一直骗杏树说丈夫在国外工作 但杏树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死了 因为他注意到妈妈总是偷偷来这里 而且总是在这座坟墓前独自哭泣 尽管两个孩子尚且年幼 但他们已经明白了死亡的含义 来进坟墓的人不会再醒过来 坟墓外的人也永远不会再有与其相见的机会 请回看 托 regulated 托国医 엔 tinha 托国医限 托国医限 托国医 gre语 托国医限 在另一边,正在上班的大吉得知了孩子走失的事情 他跑到托儿所附近焦急地寻找 可是找了半天依旧是一无所获 他在街上碰见同样在找孩子的尤加里 此时尤加里正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最终两个人没有找到孩子 他们只能先回家等等再决定是否报警 两个小时后,杏树和岭在天黑前回到了家 尤加里和大吉抱着各自的孩子哭了起来 他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他们本以为自己足够坚强 但直到这一刻他们才发现孩子就是自己最大的软肋 晚上两个孩子睡着了 大吉和尤加里有一大没一大地聊着天 他们聊着孩子走失时的焦急和恐惧 此时他们就如同两座同病相连的孤岛 随着气氛的恰到好处 这两座孤岛终于放下顾虑朝着彼此靠近 在电影的最后 大吉依然带着领过着平静的生活 在他的陪伴和照顾下 凌逐渐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天使 他知道未来会有不少困难和烦心事 但他已经做好了当父亲的准备 这个决定无关乎利益和欲望 仅仅只因为他在其中感受到了幸福的味道 凌的存在让他慢慢明白 幸福最初的模样 其实就是坦然且满怀期待地迎接每一个明天 而曾经距离他很遥远的幸福生活 此刻他正身处其中 并且也乐在其中 凌的心的傷害 但是 我确实是凌的凌的 每一朝 こうして凌の元気な後姿を見ると 今日もいい一日でありますようにと思い 多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